我們在這裡要警告國民黨 你應該修正你的政治主張 符合名義 不是你修法 你本不有導致的話 恐怕你這個黨會最後會滅頂 今天國民黨要搞什麼事情 你不要一路亂搞 一路一和團 以為你只要國會多數什麼都可以搞 所以在這裡 嚴陣地警告國民黨 請在行辦法修法上面 你要嫌你來勒馬 否則自行實務 你真的是要修的時候 第一個小燕就是把 謝國良 送給我彈頭來你們自己好好思考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 有關國民黨要修改 選拔法 我想引起國民 高度的注意 我們在這裡要警告國民黨 你應該修正你的政治主張 符合名義 不是修法 你本不有導致的話 那 恐怕你這個黨會 最後也沒頂 我先舉一個例子就好了 2012年的時候 10月23 我們黨罷免陳柏偉 成功 那時候 後來 我們黨台有人提案 要修法 我講過一句話 就是說 不能昨天輸了 今天就要翻桌 法就在那裡 我們要面對法 不要是因為陳柏偉選輸了 我們要趕快來翻桌 這是我們一貫的政治 政治主張 法是大家共同通過了 大家就來奉行 但是呢今天我要警告國民黨 你不要頭痛一腳 你不要頭痛一腳 你倒行一失 反而更加麻煩 我們常常知道 犯罪人的人 林宋會狡辯 那到法官前面就開始狡辯 林宋會狡辯 我們黨現在不是林宋狡辯 是林宋的時候才要修法 來自保 自肥 林宋的時候要修法 來自保 自肥 這個難道國人看得下去嗎 請國民黨看看 大法官499號四字 有關於國大自肥案 大法官覺得很清楚 一定要下屆 我們過去大自肥案 也修過選法法 也修過國會改革方案 單一選區檢票制 也都是隔屆 今天政治是大家看得懂的事情 今天國民黨搞什麼事情 你不要一路亂搞 一路義和團 以為你只要國會多數 什麼都可以搞 所以在這裡 嚴重地警告國民黨 請在選法修法上面 你們先來熱馬 否則自行實務 你真的是要修的時候 第一個效應就是把 謝國良送到斷頭台 你們自己好好思考 你們全部看見 你們也是 都在選法計劃 神聖